北韓中央通訊社報導 領袖金正恩去到西部前線視察人民軍遠程火炮軍隊 作出新的海上作戰規定 在敵方戰艦接近軍事分界線 就可以開槍警告 更加可以瞄準射擊 軍方消息指 金正恩今次視察 在向南韓示意 在接近分界線的延平島和白寧島 都是北韓攻擊目標 北韓官方電視台 又播出各地大規模集會的片段 展示軍民團結 對抗美國及南韓的威脅 又表示 會向帝國主義者及其傀儡集團開戰 雖然朝鮮半島局勢 在北韓進行第三次核試之後變得更加緊張 不過據南韓軍方消息人士透露 最近幾個月 在前線的北韓逃兵數目 較往年同期增加7至8倍 可能顯示士兵難以忍受糧食短缺 冬天的艱苦軍訓 或對高層的不滿 另外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魯蘭強調 美國及南韓軍演是既定防衛演習 目的是增加冷軍協防能力 至於北韓宣布 廢除1953年韓戰停戰協定 聯合國發言人奈西爾計劃 有關協定是經聯合國大會通過 無論北韓或南韓都無法單方面廢除 南韓外交通商部發言人趙泰永表示 會遵守停戰協定 同時加強與中美合作 堅決回應北韓的挑釁